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于果》的93年 《于果》 这位被称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的大文豪 可以说是法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的骄傲 法国唯一一次在凯旋门为文学家举行国葬 就是1885年《于果》的葬礼 后来《于果》被葬于巴黎的先贤词 头像也出现在法国货币法郎上 这部93年是《于果》72岁时发表的作品 算是后期作品 比起《巴黎圣母院》 《悲惨世界》或者《笑灭人》 这些前期的红篇巨制 93年的篇幅算是小的 只有20多万字 但可以说 它是《于果》一生的集大成之作 是它创作之路真正的巅峰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这个书名 93年 《于果》这部小说写的是1793年发生的事 那时候的法国刚刚成功推翻了君主专制 处在大革命的顶峰时期 英雄主义和恐怖气息 同时弥漫在这个古老的国家里 罗布斯比尔 马拉 丹东等一些杰出的人物 都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在努力看清历史前进的方向的同时 不知不觉两手沾上了血腥 《于果》一直潜心收集素材 钻研这段历史 作为小说家 他最擅长的一件事 就是探讨人 在特定环境下的道德抉择 在小说中 法国大革命 既是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斗争 更是一个道德良知和荣誉法则 互相撞击的战场 革命派以民主和共和为荣誉法则 保守派则以保卫国王和王室为荣誉法则 这场革命 就是在不同的荣誉法则之间 产生的全面冲突 而对于革命中的个人来说 如果他的荣誉法则 同自己的良心发生冲突 他既不想失去荣誉 又不愿意违背良心 那就不免要陷入到痛苦的挣扎力 93年 就是这样一出壮丽的悲剧 当内心的荣誉感受到冲击 有的人为了良心不惜赌上生命 有的人在夺走他人的生命之后 又被自己的良心判了死刑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 攻占巴士底玉石正式爆发的 农民和手工业者是革命的主力 但领导者是资产阶级共和派 他们成功推翻路易十六的统治 1792年宣告法兰西成为共和国 但是在法国的各个外省 即使到了1793年5月 保亡党的势力依然存在 于果说93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 风暴在这时期达到了最猛烈 最壮观的程度 93年的故事就发生在当时 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旺代 那里的保亡党军队 在英国的支持下 同共和党军队展开了殊死战斗 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旺代叛乱 小说开场的时候 共和党军队已经占得上风 基本上控制了整片地区 这支部队在执行侦查任务时 发现了一位布列塔尼当地的农家女子 她叫米歇尔弗雷夏 带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 还在给一个婴儿哺乳 米歇尔的丈夫和父母都已经死于战乱 她现在带着三个孩子 一家四口 身无分文地踏上逃难之路 共和军的人见到他们的凄惨状况时 也很同情 说 你放心 我们会保护和照顾你们 我们已经是共和国了 不会让每一个善良的公民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 93年里第一位主要人物出场了 她是布列塔尼地区最有权力的保亡党人之一 朗特纳克侯爵 她上了年纪 满头白发 但是步履矫健 有一番不怒自危的仪表 侯爵出场的时候 是在一艘英国军舰上 当时 英国出兵干预法国革命 侯爵的保亡党力量 就依托英军为后盾 从海上登陆法国 企图反攻巴黎 在她眼里 法国大革命 就是一场流氓无产者 对贵族们发动的叛乱 而她作为一位亲王 肩负着力挽狂澜的神圣义务 她的荣誉感是非常清晰的 保卫国王和王室是她的使命 为此 所有聚集在保王派旗帜下的力量 都应该以此为天职 在军舰渡过海峡的时候 发生了一次事故 因为某位炮手的失职 船上的一尊大炮脱离了位置 横冲直撞 压死了好几个人 整艘战舰为此大大受损 那位炮手经过一番搏斗 控制住了大炮 让船脱离了危险 算是将功不过 我们来看侯爵对这位炮手的处理方式 他是先授予炮手 胜鹿以十字勋章 表彰他的勇敢 然后下令将他就地枪决 命令下达后 刚才还在欢呼的众人 陷入了一片死寂 侯爵说了一番话 我这里为大家念一下 一个疏忽就危害了这只船 到了现在 这只船也许已经没法挽救 在海上就是面对着敌人 一只渡海的船 就是一支作战的军队 风暴隐藏着 可是并没有消失 整个大海就是一个陷阱 面对敌人的时候 犯了任何过失 都要处于死刑 没有任何过失 是可以补救的 勇敢必须奖励 疏忽必须惩罚 在小说中 于果平家道 侯爵的这些话 缓慢而严肃 就像斧子砍在橡树上 通过这件事 他树立了一位统帅的威望 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 什么是军阀 在侯爵的手下应该怎样干 后来 战舰被共和党的舰队包围 船员们舍命保护侯爵 把他送上了一支小山板 其他人发动自杀式攻击 冲向敌军 他们成功了 侯爵脱险后登陆 让旺带地区的保王党人士气大振 在侯爵的率领下 他们转手围攻 俘虏了一支共和党部队 正是前面说到的 农妇米歇尔一家四口所在的部队 侯爵下令将他们不论男女 全部处死 在侯爵看来 共和党人背弃了国王 更背弃了上帝 理当杀无赦 就这样 我们看到的侯爵 作为军人 他贴面无私 作为保王党首领 他心狠手辣 依据自己的荣誉意识 他相信 自己的任何处事 都必须以光耀君主政权为原则 绝不能犹豫 必须赏罚分明 恩威并济 必须让自己的部下 更加明确一种 随时为主人奉献一切的责任感 把为君主服务 视为此生最大的荣耀与幸福 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 那是与生俱来的秩序 是世界正常运行的必须 这种秩序必须长久存在下去 所有企图打破秩序的行为 都应该受到严惩 说到这里 我们不免担心 米歇尔和他的三个孩子 就这样葬身革命了吗 接下来的故事发生了转折 在侯爵对共和党部队的杀戮中 米歇尔侥幸逃生 但是他的三个孩子生死不明 一个乞丐发现了米歇尔 给他治好了伤 然后他们一路不断打听 三个孩子的下落 巴黎这边终于有了 针对旺带叛乱的具体动作 对于保王党来说 共和党是大拟不道 可是已经掌握了 中央政府的共和党 也是侯爵等人 为十恶不赦的地方叛乱分子 共和党也有自己的荣誉感 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 自由 平等 博爱 这几个今天人人都会说的词 但在刚刚问世的时候 却是震惊世界的 因为法国是欧洲最古老的王权国家之一 又是天主教的重镇 理应是最保守的地方 没有平等 自由属于少数人 除了上帝之外 谁也不能号称博爱 为了推翻旧王朝的价值体系 共和党宣称用共和国取代国王的位置 每个革命者都要以共和国为至高无上 每个人都要为共和国效力 巴黎的共和政府派出了一位职业革命家 名叫西莫尔丹 作为政治委员前往旺代督战 同时监视布列塔尼地区 共和军的最高司令官戈万 督促他执行政府的命令 对所有富于顽抗的保王党 及其同情者一律格杀勿论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一个情况 政治委员西莫尔丹 跟地方司令官戈万关系密切 因为戈万正是西莫尔丹 一手提拔上来的军事领袖 到这时 93年的三大主人公都登场了 保王党首领朗特纳克侯爵 共和党革命家西莫尔丹 共和党地方司令戈万 在这样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 他们之间会发生怎样的 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时 地方司令官戈万得到一条重要情报 英国人很有可能要进入法国内战 侯爵正在设法为英国人 开辟一处桥头堡 以便英军登陆 和保王派的军队并肩作战 在政治委员西莫尔丹的帮助下 戈万发动了一连串进攻 以阻止保王派的军队得逞 他做得很成功 受挫的保王派军队军心动摇 最后 侯爵和他的18个卫兵 退守到一座碉堡里 戈万的军队 大约4500多人 团团包围了碉堡 此时正在现场的人 也包括米歇尔在内 因为 城堡里除了侯爵本人 和他的卫队之外 还有米歇尔的三个孩子 原来 三个孩子 已被侯爵扣作人质 作为交还条件 他说 他可以把三个孩子 还给共和军 前提是 放他们安全离开 但是如果共和军 不同意 要继续进攻的话 三个孩子 就有可能 被烧死在碉堡 共和军很清楚 必须救出那三个孩子 而西莫尔丹 这位政治委员 也并不是一个为了胜利 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人 他过去是一位教堂里的教士 不仅有小知以理 动之以情的口才 更有一种 类似耶稣那样的 自我牺牲精神 他拿着一块白手帕 走到碉堡跟前 对里面的人喊话 他说 我们只要抓侯爵一个人 就可以避免再一次的杀戮 你们都能得到自由 为了让你们相信我 我愿意送上我自己的人头 来交换侯爵 这是一个很震撼的场景 西莫尔丹并不是什么谈判专家 他不是企图用喊话为策略 来瓦解对方的斗志 共和党的军队有绝对的兵力优势 碉堡里的人看上去插翅难逃 而且在旺带地区 早已到处张提了通缉令 谁要抓住侯爵 就能获得重赏 作为军队政委 他的工作看上去 已经很简单了 可是西莫尔丹意识到 如果让法国人继续内战下去 就违背了发动革命 成立共和国的初衷 即使共和党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无数人的鲜血 却会污染他个人的荣誉 所以他才提议说 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们 换取你们的侯爵 我为共和国而死 可以得到圆满 而共和国也能保全自己的光荣 然而碉堡里死守的士兵 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荣誉 如果他们真的出卖侯爵 自己也就毫无荣誉可言了 他们坚信自己的事业是神圣的 保卫侯爵的生命 就是保卫法国的尊严 两种不同的荣誉感之间势不两立 最后的战斗 终于不可避免 共和军冲进碉堡 同侯爵的士兵肉搏 于国写道 碉堡在流血 他是一个受了伤的巨人 最后侯爵这边只剩下了六个人 其中五个都受伤了 他们被困在碉堡的三楼 但就在这时 他们发现碉堡有一个暗道 侯爵绝处逢生 独自逃到了附近的森林里 现在 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险境 去找英国军队寻求帮助 然而就在侯爵打算一走了之的时候 远远地他看到了碉堡在燃烧 原先布置在碉堡内部的火药 已经点燃了 三个孩子正在顶楼的图书室里熟睡 火光照亮了他们的身影 站在碉堡外侧高地上的母亲米歇尔 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于国说 按照古典悲剧的审美 处在极端痛苦中的人 会变得伟大 米歇尔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夫 此刻拥有了野兽的咆哮 和女神一般的姿态 战争并不是与女人无关的 女人升华了战争中的人类境况 也构成了对战争最有利的控诉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这三个孩子葬身火海 主要的道德罪孽 应该由谁来背负呢 是点火的保王党人 还是发动进攻的共和军 战争中平民的死亡 通常都很难疏离责任 作战双方都或直接或间接地 引致后果的发生 事后 在最好的情况下 胜利的一方会设法抚恤死难者 设立纪念碑和公墓 但多数情况下 平民都会被视为 改天换地所不可避免 要付出的代价 就在这个时候 救星来了 是谁 朗特纳克侯爵 只有他拥有孩子们所在的 三楼铁门的钥匙 他走出那条暗道 坦然出现在所有在场人的面前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搬来一把梯子 爬上去 把孩子一个个抱了出来 当侯爵爬上梯子的时候 一个名叫拉杜的共和军士兵 激动地喊了一声 共和国万岁 侯爵立刻针锋相对地回答 国王万岁 听了这话 那位共和军士兵拉杜 独自喃喃自语 你爱喊什么就喊什么吧 现在你就是善良的上帝 拉杜被彻底震撼了 一个被所有共和党痛恨的恶人 做出了好人都未必有勇气做的事 理论上不可能的事 在事实上发生了 当他在众人的掌声中 从梯子上走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旁观者都站立起来 他们围绕着这个从上面下来的老人 产生了一种令人畏惧的神圣的恐惧 仿佛环绕着一个幻影一样 可是侯爵却庄严地往前走向他们 走向那些憎恨他的人 共和军向后退 侯爵继续走近 余国写道 他大理石似的苍白的脸上 没有一丝皱纹 他的幽灵似的眼光里 没有丝毫光辉 士兵们在黑暗中 以惊慌的眼光盯住他 他每向他们走进一步 就仿佛更加高大 梯子在他的不祥的脚下发抖 且发出声响 侯爵为什么在这个关头挺身而出 余国并没有做过多说明 他想以此传达的理念是 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 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 小说写到这个紧要关头 当共和军的士兵们 在神圣的照耀下步步后退时 政治委员西莫尔丹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他过去对侯爵说 我逮捕你 侯爵回答 我准许你逮捕我 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 侯爵自投罗网 如果暗黑一点可以处死他 然后对外宣称 他是顽抗到底被俘虏的 他救人的士气将无人知道 或者至少也会被说成一个 死有余辜的恶棍 想要争取宽大处理 历史是人写的 既然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自然还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 他不仅摧毁了荣誉观念 也否认了良心存在的可能 可是即使利己主义是现实中通行的法则 伟大的文学 也不可能仅仅满足于 描写那些阴谋家和权力斗争 伟大的文学家 并不只是把现实中耸人听闻的事情拿来 添油加醋地说一遍 相反 他们要用虚构的故事来质疑现实 抵抗现实 在这些不朽的故事里 利己主义绝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人一定要受到良心的折磨 这种折磨的痛苦指数 不亚于在断头台上被人砍下头颅 侯爵的命运会怎么样呢 他被投入监牢等待审判 这正是这部小说矛盾最集中 最扣人心弦的地方 在余果笔下 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 感到痛苦的不是被捕的侯爵 而是将其逮捕的政治委员 西木尔丹和地区司令官戈腕 我们先来看看西木尔丹和戈腕 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煎熬 在这本书里有很多象征画面 比如在战火燃烧的地方 独自在树林里哺乳的母亲 比如在风浪中身陷危机的军舰 比如绝望嚎叫的女人 还有三个孩子的被救 这都象征着法兰西的血雨腥风 必须靠一股简单纯洁的力量来抵挡 不过 如果三个孩子是被共和党的人救出来的 说明旧王朝旧时代的消逝 完全是历史的选择 那么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问题是 拯救者是那个被时代抛弃的 死心塌地的保亡党人 朗特纳克侯爵 如果侯爵不回来救三个孩子 而是就此逃走 那么西姆尔丹和戈腕 顶多就是遗憾一下 但是现在 侯爵被捕了 反而让两个人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煎熬 尤其是戈腕 西姆尔丹告诉他 法庭很快就要审判侯爵 听到这个消息 戈腕在心里却觉得 被推上法庭的是他自己 他原本和西姆尔丹一样 以革命和共和 为绝对正确的事 但现在 在革命之上 又出现了一个 同样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这是一种出自良心的要求 他原本认为 自己对善与恶 光明与黑暗 看得非常清楚 现在 却完全迷茫了 而且他又是一个诚实的人 不能否认侯爵在救人时 自己救在现场 哪怕别人允许他撒谎 他也不能说 我什么都没看见 戈腕 被侯爵舍生取义的行为所感动 他在他高昂的头颅里 看到了只有高尚的人 才会拥有的那种骄傲的气质 他想到 如果侯爵就此被处死 那么 那三个被救的小天使的灵魂 将要围绕着这颗头颅飞翔 并为他呼吁 胜利者将属于侯爵 而共和国 却蒙上难以洗刷的羞耻 革命 与共和的荣誉法则 与人道主义的良心 将戈腕 拖进痛苦的深渊 他无法做出抉择 这种矛盾的纠结 甚至让他自己都感到深深的厌恶 然而当西木尔丹告诉戈腕 马上就要审判侯爵的时候 戈腕答应了 戈腕的荣誉观念并没有被冲击 他毫不动摇地相信 革命事业是正确的 值得自己献出一切 但是他觉得自己本来应该抗命 冲击他的是一种道德法则 他高悬在天空 也深藏于他的内心 那就是 他不能对一个放弃生命来拯救他人的人 见死不救 一个人是不是只要有过一次高尚的时刻 就值得被永远地谅解呢 我们可以辩解说 侯爵虽然救了三个孩子 可是他领导的叛乱 导致了更多的人的死亡 如果纵虎归山 那么对法国来说是后患无穷 我们也可以让戈腕学习一下 侯爵在船上处理那个炮手的做法 公私分明 先嘉奖侯爵的救人壮举 然后以战犯的罪行审判他 对这些戈腕其实并不是没有想到过 他考虑过公与私的关系 侯爵给英国人搭了一座桥 让他们渡海峡而来 他把法国出卖给了英国人 这绝对是该千刀万剐的罪行 在所有共和党人的心目中 他最危险最可恶 可是侯爵救人的举动 对戈腕的震动同样很大 他本以为自己站在历史上正确的一边 而保亡党人是在为错误战斗 然而在侯爵身上 他亲眼看到了那些 被他自己所信奉的神圣法则 宽恕赎罪杀身成人 各位认为 侯爵的举动不只是出于同情心 他还通过拯救孩子 宽恕了所有包围他 要置他于死地的对手 甚至是为自己之前的 叛乱行为赎罪 在这种宽恕和赎罪的精神面前 别人无论如何 都是拒不起秃刀的 侯爵做到的事 是那些为正义事业而战斗的人 没能做到的 在这里 于果是站在共和国的一边的 他暗示说 侯爵是用自我牺牲 来胁迫那些良知强大的人 他把善良变成一道闪电击倒他们 很不幸 割腕就是那个被击倒的人 他无法从剧烈的思想斗争中全身而退 他的心里时刻存在着一种对等意识 在他看来 侯爵身为一名统帅 肩负着战略战争和复仇的人物 肩负着保卫法国国王和1500多年的君主政治的使命 可是现在 他把三个乡下小孩的生命 看得比那些使命更重 对此 我也必须有对等的表示 如果就这么杀了他 那么被侯爵洗刷的个人罪行 就将转移到我的身上 在小说进入尾声的时候 我们看到 割腕深夜探奸 跟死丘牢里的侯爵见面 他什么话也没说 侯爵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串 于果写了足足六页的篇幅 侯爵感谢割腕前来探望 但是他仍然坚持守卫国王的荣誉 坚持自己的贵族身份 他仍然认为 革命对任何人都是有罪的 他的口才惊人 称得上是雄辩 不过割腕其实在探监之前 已经做出决定了 听完侯爵的长篇大论后 割腕只做了一件事 把自己司令官的斗篷和帽子 给侯爵戴上 让侯爵离开监狱 而割腕自己则留在了牢房里 这就是割腕在荣誉法则 与道德良心之间所做出的最后的抉择 第二天在军事法庭上 割腕作为顶替侯爵的被告 被陷兵带出场 法官西莫尔丹看到侯木等侯呆 从割腕的坦白中我们可以看到 他不是一时糊涂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犯下大错 但他最终确信 唯有放走侯爵 他才能跟自己的良心交代 而唯有放走侯爵 自己留下 他也才能不至于丧失 他所一直珍视的荣誉 他是这样说的 一件事 是我看不见另外一件事 一件好的行为 离得我太近了 是我看不见一百件罪恶的行为 一方面是一个老年人 另一方面是几个孩子 这一切站在我和责任之间 我忘记了那些被坟的村庄 被蹂躏的田野 被屠杀的俘虏 被惨杀的伤兵 被枪毙的妇女 我忘记了法兰西被出卖给英国 我放走了祖国的凶手 我是有罪的 我这样说好像对自己不利 其实不然 我是在替自己说话 因为一个有罪的人 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 他就挽回了唯一值得挽回的东西 荣誉 戈万请求法庭判处自己死刑 他说 我是司令官 就该做出榜样 但是他又对西莫尔丹和另外两个法官说 你们既是法官 也应该做出榜样 另外两位法官也陷入了分歧 一票赞成死刑 一票反对死刑 反对死刑的那位法官 就是之前那个名叫拉杜的士兵 他曾在侯爵救人的时候说过 现在你就是善良的上帝 如今他成了一名法官 他说 戈万应该被推举为我们共和国的总司令 他是共和国所有公民的骄傲 如果在这件事里必须有一个人死 那就请拿走我 拉杜的投入 轮到西莫尔丹投第三票时 他说 戈万应该判死刑 但在这样讲的时候 西莫尔丹清楚地知道 戈万从侯爵那里顶替下来的罪行 已经转移到他自己的头上了 他也必须要为荣誉而战了 在行刑的前夜 他也来到牢房里 跟自己昔日的学生戈万见面 他们讨论了关于革命 正义 责任 人道 以及建设一个理想国度的未来等等 第二天 戈万在临行前 喊了一声 共和国万岁 就在他人头落地的同时 西莫尔丹拔出手枪 让子弹 飞进了自己的心脏 这就是93年的全部内容 它是一部小型史诗 如果 将惊心动魄的情节 压缩在紧凑的文字里 用生动的描写 和犀利的议论 拷问人心 当你整日在名利场里颠簸 不妨找点时间 去访问一下 书中那些内心装着荣誉感的 过于诚实 也过于纯粹的人 看看他们 在为了什么而奋斗 为了什么而挣扎 如果他们能让你的心灵震撼 眼角流泪 那我想 你一定会用另外一种眼光 来看待现在的世界 和自己的生活 好 93年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下半个人 我再给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